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大家都投票想看的关于涂抹式面膜 好像我在最近几期视频里面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建议大家把贴片式面膜 替缓震涂抹式面膜 今天我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样建议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收 但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吸收的 它是选择性的 分子量太大的它吸收不掉 然后呢它不需要的它都不会吸收 我们要思考一下面膜 究竟能给我们皮肤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像我们平时用的面膜贴啊 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用 第一它方便 第二它的效果非常的及时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顺时的把你的皮肤的含水量 抬高到一倍甚至更高的一个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是短暂的 它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迅速的消失 你今天敷今天爽 明天不敷明天就没有效果 那你可能会说 那我今天敷不就好了吗 不可以 因为面膜贴呢 它会让你的皮肤处于一个不太正常的状态 它的压力 它的温度 它整个一个这种密封的效果 和大量的水分和皮肤接触 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它会让你的皮肤处于一个更敏感 更脆弱 甚至是发炎 或者说是让你的皮脂线的功能不正常 这些都是面膜贴的一个危害 所以面膜贴是绝对不可以每天都敷的 那么涂抹式面膜 比较于面膜贴 它的好处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它更灵活 那涂抹式面膜 它可以分区去使用 我今天觉得鼻子出油 我鼻子上和脸上涂的产品完全不一样 OK 然后我脸和脖子涂的不一样 OK 我今天和明天用的东西不一样 OK 第二它对皮肤的损害更小 因为它没有让你的皮肤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它没有让你的皮肤泡在水里面 所以它对你的皮肤损害是更小的 你甚至可以每天都用 甚至一天用好几个 第三 它的功能会更多一点 面膜贴嘛 它就补水补充营养对吧 但是涂抹式面膜 它可以去角质 它可以平滑肌肤 它可以驱痘 它可以磨砂 它可以提拉 它可以补水去敏感 甚至是附着它过夜 都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去供你去选择 这些都是面膜贴达不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试一试涂抹式面膜 不一定说我一步登天 把面膜贴全都扔掉 我不用了 没有必要的 我现在也还在用面膜贴 只不过这个皮肤和这个种类上都会有一些降低 说真的大家附面膜可能也附了至少两三年了 多的可能五年十年了 你有感觉面膜贴让你的脸有什么变化吗 你自己拍着胸脯想一想好不好 来啊 那我们在购买涂抹式面膜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看一看它背后的这些说明说 因为涂抹式面膜 它不像面膜贴 所有的面膜贴都是贴在脸上 接下去OK结束 这个不是的 什么三到五次每周 然后每次多长时间 用完之后用什么东西洗 是用毛巾擦还是用水洗下去 可不可以过夜 能不能涂在眼周和脖子嘴周这种地方 要不要按摩 这些上面都有写 请你一定要去读清楚 如果你英文真的很差 你就去按照 你就去找个词典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吧 应该都还好吧 我英语也都忘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多多少都能看懂 什么Award Massage 什么多少Times Per Week 什么这些单词我多多少还能看懂啊 有一些谁要不懂的就查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第二个注意事项 你要先明白自己的诉求 那你是想要补水 去红 去敏感 还是想要美白驱痘 磨砂 或者是熬夜之后的急救 这些都有专门的涂抹式面膜 供你去选择 那我今天都会给你多多少推荐一些 但是呢 请你买之前一定要看一下 它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的 别你今天想去敏感 结果你买回来一个急救面膜 一完了之后脸更敏感 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一些情况 同样的跟面膜贴一样的道理 不要一下子买特别贵的 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补充的护理流程 真正核心的还是你的清洁 你的仿晒 你的面霜乳液好不好 这些是你要花大价钱的 面膜你要是花七八百块钱 买那么几天面膜 或者是买这么一瓶面膜 涂个十次八次就完事了 我是觉得有点翻不上啊 哎呀我这个产品实在是太多了 我要怎么跟你们下手呢 我先来推荐每一个单品下面 我觉得最好用的产品好不好 然后呢再去分门别类的跟你们说一些 嗯 清洁面膜 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通过高领土去吸附脸上的油脂和污垢 实现去痘去黑头不太可能 就我脸上的黑头 我手挤都挤不出来 你指望力面膜能吸出来 我是不太信的 但是清洁面膜它可以通过一些成分去 嗯 消炎 去 怎么说呢 去 调节你脸上的一些油脂分泌 去配合一些按摩和 清洁的流程和手法 去帮助疏通你的毛孔 这些是可以做到的 我来推荐一个清洁面膜 这个好像是 有其他博主推荐过的 但是我试了一下 确实 第一它比较温和 第二便宜大碗 第三呢 还不会像其他的清洁面膜一样 在脸上干的那么快 不会像其他清洁面膜一样 就是很难清洗 很难涂抹 它用起来还是舒适的 舒服的 然后它可以在脸上停留10分钟左右 然后再洗下去也很方便 这个牌子是我经常吃的保健品 我有它家差不多七八瓶保健品 每周这么轮着去吃 然后它家这个面膜呢 我自己也觉得比较好用 这是一款比较棒的清洁面膜 然后熬夜急救面膜 哎 说真的啊 这个熬夜急救面膜 我觉得真的是有用 就你熬夜了之后 你用一用它 是真的能够帮助你快速的荣光焕发 我来推荐两款 第一款是我前段时间有做过推广的Fresh 还有一款是来自于德美乐家的 哪个呢 Hydrating 不是这个 这个什么 Rescue 这个是啊 你看我这个已经又空屏了 这个也快用完了 因为我最近熬夜打游戏 你懂呢 所以急救面膜对我来讲真的非常有用 都是通过那种 先按摩 马上补水 等这个补水的效果消退之后呢 它里面都会带一点磨砂的感觉 然后一些 换量成分的注入 再加上这个磨砂的效果呢 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皮肤的状态 不过不能每天都用它 因为它对你的皮肤是 我想说饮震止渴 但是不太准确 它有一点 该用什么词去形容呢 就是釜底抽薪也不对 就是它这个虽然能够快速的帮你解决问题 快速的改变你皮肤的状态 但是它不是一个 你懂的 它不是从根本解决问题 它有一点粉饰太平的感觉 你每天都用的话 每天都粉饰的话 对你皮肤会有损伤的 不同的是 这个颗粒会更细 更密 这个颗粒更大 更粗 所以它更适合敏感的皮肤 它更适合那种橙墙皮 用完了之后 感觉你的脸哗都掉了一层 去痘的 给你们推荐一款国产 这个是我在我朋友圈 一个代购的妹子那里买的 他经常会卖一些什么 像国产的这种医美的这种产品 但是用来用去 就真的挺好用的 我说的叫做伯乐达新型超分子水洋酸 它没给我钱 我每次都要强调一下 它没有给我钱 我也不会告诉你它是谁 我也不会给你微信 它这个东西说是水洋酸的滋养条里面膜 但是我一翻成分表 我看到一些消炎的杀菌的成分 它是一种凝胶一样的质地 建议是轻柔按摩一到两分钟停留15到30分钟 拉倒吧 能在你脸上坚持个三分钟就不错了 你看这种质地像炉灰胶一样 能停留15到30分钟做梦去吧 那脸早就干透了好吗 但是呢 它的效果真的来得很猛烈 很猛烈 它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控油消炎去痘的效果 你的闭口可以做到一次两次就瘪下去 所以我都是把它当做面膜的打底去用 你涂完它之后 你看这就干了 不可能停留30分钟 涂完它之后 你再敷个面膜贴 或者是敷一些别的面膜 然后尽可能的保持30分钟之后再洗下去 再马上涂一些补水保湿的东西 这时候你的脸又控油了 又去痘了 又去闭口了 又消炎了 又防止满面油光了 然后又不会特别的刺激 我还是挺喜欢的 这种补水的面膜 我有些小诀窍 我一般早上不洗脸 早上不洗脸 我直接来涂一个这样的面膜 用这种棉质的洗脸镜也好 纸巾也好 棉质的 把脸轻轻的这样去擦干 然后再用化妆棉一擦 我就不洗脸了 我不会用洗面奶洗脸 晚上的话呢 如果我卸完妆之后 我觉得脸还有点脏 我会涂一个它 按摩 按摩完之后 再用洗面奶去洗 就非常的干净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诀窍 这个品牌 来 大家了解一下 以色列的一个 叫什么死海泥的品牌 但我不确定 它每一管里面 都是由死海泥做成的 不过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 用着蛮舒服的 像他们家的这个补水面膜 我还是经常去使用的 雅样 说真的 雅样的东西 我给了它无数次机会 包括喷雾 包括我手里这个芙蓉蜜 包括很多面霜 包括很多精华 我都用过 我感觉除非你是有皮肤病 就你的皮肤已经是病 而不是需要护肤品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的皮肤已经处于那种 烧伤 或者是做完什么手术的时候 你可能去用雅样 其他人我应该不推荐 德美乐家 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比较喜欢的这种 有一种科技感在的品牌 它家的产品我觉得也不错 Flash 提到涂抹式面膜 就不得不提到Flash 它家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用 但是价格有点高 我不会推荐你用 他们家最火的 这个玫瑰和那个黄糖的磨砂面膜 我不推荐 这里更推荐你使用这个Black Tea 红茶的这个叫什么红毯面膜吗 这个好用的 特别好用 还有这个我刚才推荐的莲花的极旧的面膜 这两款 我觉得要比他们家最出名的玫瑰和黄糖的磨砂 好用的多 他们家的古元系列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脸用所有的抗老产品都会特别的难受 我这里有胶韵式的一个提拉面膜 和New Skin的一个 特别复古的需要用水和粉去对的一个面膜 但我用了之后都特别不舒服 就马上就会过敏 泛红暗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不是他们的原因 是我的原因 就是我的皮肤好像用不了 特别猛的抗老的提拉的东西 好了 剩下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的 实全大补 哎呀 实全大补这个名字起的就很好 但是 我没有感觉到他给我皮肤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化 而且他说他能服三十分钟 在我脸上三分钟就干了 我每次都要 哎呀怎么干了 赶紧喷脚喷雾 然后贴个面膜贴 让他在我脸上尽可能的停留更长的时间 因为他真的很贵 就没看他罐这么大 里面就小小的 里面这个胆就小小的 我很不想给他一个差评 但是我没有觉得他好用在哪里 我只能给他这样一个评价 他们家有一款乳液 特别好用 我回州推荐给你们 哎呀算了 我现在就给你们拿过来 这个乳液绝了 真的绝了 特别特别适合夏天 特别适合混合性到油性的皮肤 妈呀 我说给你们推荐几款产品 结果我把这25款产品都说完了 我不确定这个市场还能不能活得住 妈呀 29分钟 这个市场可能有点超了啊 那最后来说一下 就是我有很多微信群和QQ群 我过段时间想给他们解散 就是我很少在里面说话 但是我会偷窥 会亏评 我发现 像除了我这种博主 或者是那种 非常有钱的girl之外呢 其他人买护肤品还是会讨论 哪个好用啊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啊 你觉得那个怎么样啊 很难达到像我这样 我一下子买回来二三十款 反正我觉得好的就留下来 觉得不好的就淘汰掉 很难达到像我这样 大家都是那种 我希望买了一款就好用 我希望买了这款就适合我那种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陷到一种状态 就 我不想说这样的话 但我实话是说吧 就感觉好像很多人这辈子都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产品 这辈子都没有用过 就是真正能够让他们变好的产品 大家都是 你说好 我就买 买完了用了 好像还行 又好像不太行 怎么办呢 哎 用完了再说吧 浪费时间 你的宝贵的护肤的时间 你宝贵的金钱 宝贵的青春都用在这种垃圾产品上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脑袋要灵活一点 就不要太死认理 好不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你可以完全不听我这些产品的推荐 你可以自己去找 自己去试 不过说实在的 市面上有的这种涂抹式面膜 我已经买的差不多了 你可以自己去试你喜欢的产品 你可以完全去买 因为今天没有任何人给我钱 没有任何一个涂抹式面膜给我钱 啊 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很早之前就结束了 我想说的是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品牌 任何喜欢的产品 只不过希望你能给自己的脸一个机会 去试一试新的方式 试一试新的方法 不要私人理 对不对 你看我天天熬夜打游戏 天天 吃那些不健康的食品 还有人说我 你是大学生吗 你是传媒大学的吧 你怎么自己租房子住啊 大型有原因了 anyway我想说的就是 多多尝试一些新的方式 不是一件坏事 应该没有什么落下的吧 这个说了吗 算了 这种东西就是 从最开始的入手 买一个最便宜的 你去试试看 试试效果 如果自己喜欢的话 再去尝试更贵的 然后更好的 更复杂的 好不好